居然嗨咖 你來到現場 你不認為你自己是豬隊友 我想講的是 因為前面的都是同事關係 今天我跟他是 其實同居才是真的雷的 像我最近我這個室友 他開始在學習做菜 他做出來的菜要怎麼講呢 就是 他今天端出來這道菜 他不跟你講菜名 你是看不出來它是什麼 他前陣子 煮了一個這個蘿蔔排骨湯 打開來看 是要燉排骨的顏色 而且一般人不對 在那個蘿蔔排骨湯上面 撒一點蔥花嗎 它的蔥花這麼大一根 就這樣飄在這個湯上面 蔥段 就是一個非常難喝的湯 做什麼菜都難吃嗎 而且都看不出來是什麼樣子 那就統稱噴 對 說得很好 而且最近夏天到了你知道嗎 夏天到了開始會有一些蒼蠅 如果我今天煮菜 煮菜我沒有洗 會有一些蒼蠅之身 他煮的那一鍋 是不會有蒼蠅 他也不敢吃啦 蒼蠅都不吃 蒼蠅平常都是吃大便的 他那時候大便還難吃 太誇張了啦 而且呢 他很可怕 他前陣子煮了一個東西叫做 微波蒸蛋 聽起來就非常不靠譜 他直接把蒸蛋炸掉 炸掉 你看 拿來 董哥 不是 還要搬面 不是 張文綺 你不要放到好不好 你不要放到吧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就你圓圓就聽到砰一針 好 爆炸 整個蒸蛋就爆炸 炸彈 但不能賣微波爐 對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搞的 你知道嗎 除了這個蒸蛋以外呢 他有一天呢 因為我們飯會煮可能兩鍋飯 我們可能之後可以熱來吃 他就把我的飯拿去微波爐熱 那一般熱飯嘛 可能就熱個一兩分鐘 他加熱了15分鐘 他把那個微波爐搞 好像這個什麼魔術箱一樣 那個飯會變爆米花 他飯放進去 爆… 變成一個石頭跑出來 好可怕 這個燒掉了 因為他真的15分鐘在微波爐裡面 這真的是飯 這是飯 那這樣好吃嗎 完全不行 都燒掉了 他被打開全部都是味道 我其實要做的是煮鼻香 煮鼻香 煮鼻香 就他整個煮鼻香 廚房毀掉 而且順便再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就是因為他最近很喜歡下廚煮一些東西 然後呢 這是他用的筷子 OK 大家可以看到這筷子的前端 他前面好像有一個 已經融掉了 這個頭已經融掉了 對 為什麼 你煎牛排那鍋要夠熱 才會起梅納反應 但他拿這個筷子去試那個溫度 他就要 這樣怎麼會融掉 兩三副這樣的筷子 這麼糟糕的一個人 才會想要跟嗨咖在一起 為什麼不阻止他 因為他就是我的女朋友品瑜 歡迎品瑜 我都該拿下來了 品瑜 剛剛那些照片 太可怕的一個人 怎麼會這樣子呢 品瑜 他只是想有一個新的家 對 不是 就要把舊的舊給弄掉是不是 品瑜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是不是因為你 你終於發現說 其實你跟嗨咖在一起是個錯誤 找一些出口發現 毒死他 對 下毒 他有個問題就是他 送禮物送得非常的差 像是他某一年呢 他就送我一個 他也跟我說 嗨咖 我跟你講這個錢包很貴 他特別去網路找了一個 真皮的一個錢包 這就是他買的這個錢包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錢包這個綠色 它呈現一個那個菜瓜布 後面那一層綠的那個綠色 他的難用點是在於 他的格很少 他雖然是真皮 但他其實很不實用 因為他格子很少 就你今天如果要放個身分證 放個健保卡 再放一張銀行卡 其實就不夠放了 不夠放 會炸開來 而且他其實很大 他這個錢包是很大的 他沒辦法好好的收納起來 除此之外呢 他還送了我一個 也是某一年生日 他送給我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東西 設飛鏢用的一個標靶 這麼大一個 直徑大概有1.5公尺的一個標靶 為什麼這東西有問題 是因為 我們那時候是住在一個 很舊的公寓裡頭的 我們的公寓根本不能釘牆 但那個標靶樓梯上 一定要釘在牆上 而且正常你打標 你要離那個標靶大概5公尺左右 你才可以丟 但我們家根本就沒有這個空間 沒有這個空間 他送了我一個根本沒有用到的東西 天啊 所以我覺得他是個 他會不會在暗示妳說 要換大眼的房子住 所以妳住的地方太小了 我們已經換了 主菜也是啊 我們已經換了 我們現在得家就相當的棒了 好 OK 我們沒有想到 嗨咖居然他本身就是一個 這麼惹人嫌的人 還可以去嫌別人 對啊 對耶 你覺得你有什麼資格啊 你身在服裝還不知服 過分耶 憑什麼 來 我們盡終極懲罰 不是嗎 怎麼樣 我們聽看他講的嘛 聽看他反駁 好 來… 沒有 我 就是我們之前去日本玩的時候 他真的是一個 對 我們那時候帶著很多行李 然後已經下飛機了 我們在澀谷要去逛街 但帶很多就不好逛 所以我們就想說放在地鐵 地鐵的那個置物櫃裡面 然後我們就打開那個置物櫃 要放進去的時候 嗨咖就這樣 我就想說完蛋了 他的後背包不見了 我們剛剛是從機場搭了地鐵 轉了好幾次車才到澀谷 然後就不知道他的後背包 到底在哪一台車上 天啊 因為他硬要把後背包拿起來 放到後面的那個架子上面 地鐵的上面的高架上面 但是他又不拿下來 好 那後來怎麼辦 然後我們就去那個 地鐵站的詢問處 然後但是 日本人的那個英文真的是不太好 所以 溝通半天 對 欸 欸 很奇怪欸 對 我站在海咖那邊 就是有點難溝通 然後呢 早...到很晚要等那個列車 整個結束之後 他們才能上車去檢查說 欸 你們的包包在哪裡 有沒有找到 所以我們就一直等等... 等到列車整個結束了 11 2點了吧 然後他就告訴我們說 好 你們隔天中午的時候 你們到哪一個站去領你們的包包 但是放心就是找到了 但是那個站很遠 所以我們隔天早上的行程 也全部都泡湯了 這個行程都泡湯 一天半 一天半的行程全部泡湯 浪費 但是我知道他可能為什麼 在日本這樣望東往西 因為他一心指向著 他的 蛤 什麼意思 他這樣子也帶來 他是不是在那邊心不在焉的吧 然後好像還把這個帶來上節目 好硬的喔 好想要耶 我是想說啦 如果 如果等一下嗨咖書的話 就把那個送給大家 有沒有 不然他上次帶這個來上節目 叫我面子往哪裡擺 我們這個三四千萬在看的 對 三四千萬人在看的 他搞什麼東西 拿來給我沒收 沒收啦 沒收啦 妳連這個也要A啊 妳連這個也要A 等一下拿去前面有關 這邊很可怕喔 小心喔 為什麼風田看到這麼開心 這邊很可怕喔 這邊可怕嗎 對 就是這個是收集的台 AV卡 這個AV女兒出的 這個有什麼好在給女朋友看的啊 奇怪耶 對啊 直接處罰了好不好 直接處罰 好 來 我們同學請投票 嗨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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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嗨咖一次通過啦 好 我們的懲罰就是用豬鼻子彈臉 對喔 彈臉 很合理 還有東西沒收 好適合喔 就耐著好了 來 來 來 終極懲罰 可以跑多遠 我可以跑多遠了 來 我放過了 不要緊他 他... 他... 站掉 他要臉了 打到斷 他腦袭又壞了啦 他是被... 他是被橡皮筋打到臉 這可以嗎 要壞幾個東西 好險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來 你以為結束了嗎 他整個這邊 他彈到臉了 好 預備 第一下 1 2 3 完全耶 感覺很痛耶 怎麼樣 會不會痛 真的 說真的 好痛喔 這聲音好響喔 他那個 他怎麼講 他那個其實是有硬度的 他那打到鼻子是 蠻痛的一個東西 對 所以真是懲罰 不然還讓你開心啊 怎麼樣 我跟你講 接下來在未來的日子 裡面要怎麼樣對品羽 想必我一定是會好好對待他的 但是我還是想跟品羽講 就是其實我根本不只一本收藏 我也好幾本 上車去 對 我的家裡 捐出來 捐出來 送了一本 我還有一本 送了一本 我還有一本 我們進終極懲罰Part2 莫名其妙 在搞什麼 搶了一本